10月31日,一条艺术中心开幕展《秋水共长天》 于杭州西西湿地乌家湾一座国宝及清代古宅正式启程 古宅分为前后两间展厅,共80余间艺术家作再次展开对话 艺术是美的链条上最高一环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于又涵、丁以、张恩丽、耿建毅、毛燕、刘伟、陈可、徐震、张如仪、崔杰等当代艺术家作品的架上、装置和影像艺术作品 也能看到远至明清静至当代的古琴、紫沙、屏风、琉璃、策叶、佛像及瓷器等中国艺术品 与法国艺术家的雕塑作品并置对话于同一屋檐下 两间展厅分别从浙江省两座古村前来 一号展厅建于清中期,前厅、天井、后厅间为穿斗结构 抬头就能见到精美的冬瓜梁与花拱猫梁 两对牛腿为人物和和故事 前厅过梁一对麒麟栩栩如生 二号展厅所在建筑建于清末 历时六年建成是最典型的浙溪地区花厅 此建筑用料奢华,做工精细考究 是难得的江南古建筑遗存瑰宝 当年,屋主邀请当地最出名的木匠雕刻师傅 花了六年时间才完成 1999年老屋拆除 16个人花了两个月时间 才将木结构小心翼翼地运送到了现在的地方 展厅中几件重磅展品 包括一代学术名家王曲长先生的书法作品 张草字典序 王曲长先生是中国哲学史家 历史学家与著名书法家 这件作品展示了他书风的转变 是其晚年极其重要的作品 龙文的六根清净套组 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智乎传统技法 在弧形设计机理效果上等方面都有新颖的表达 他认为在制作这一新作品时 需要达到佛教中所说的不迟的状态 即抛弃掉原有的认知和想法 从而达到真正的空的境界 陶瓷艺术家李延勋曾闭关多年 复原明清古词上的国宝色彩 新作《帷幕二号》 以木桩为圆形设计成台戟 以3D陶瓷打印技术成型 桌体是低温流离彩柚 充分融融 形成多变且丰富的色彩层次 当代艺术家丁毅 35年来一直用十字创作作品 这件时事2022-7作品 以艺术家的故乡宁波记忆为灵感 浩瀚的大海和无垠的天空 画作变幻的蓝色背景 对角线分布的十字 如流星画过天际 徐震的《山水异形》 画中的假山石被拼成了外星人的模样 象征东方传统文化的山水 和来自西方流行文化的异形并制 它以一种戏谑的方式调侃着全球化 隐喻着文化的挪用和柔和 艺术家陈可是70后最具代表性 最受欢迎的艺术家之一 此次展览中的包豪斯德少校舍No.1 是他包豪斯女孩系列绘画后的进一步探索 陈可在这一系列中描绘了 众多在包豪斯学习的女性 正如这幅在校舍中央画面中闪耀的光芒 让人们重新看到 在这所20世纪极具影响力的艺术学院中 被忽视的女性的创作与成就 十年来一条以当代艺术为纲 生活美学美物为领 不断积累研判传播对美的理解 我们希望通过此次展览 呈现一场当代与传统美学的对话 唤醒每个观者自身的一种与生俱来的能力 通勤能力 我们相信求美 审美 爱美 可以未见人与时代困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